今天下午5点给人们留下无数美好回忆的世博版中国馆正式向公众道别了 中国馆前后向公众开放了近450天 共接待海内外游客1700多万人次 即使在世博会结束以后也不断的掀起观展的高潮 为什么世博后中国馆仍然是最热门的场馆 闭馆重开之后它还能不能再续辉煌呢 今天中午12点地铁耀哈路站前往中国馆的路上 人流依然熙熙攘攘 73岁的上海老人李福生和老伴一大早出门 一直看到中午12点才恋恋不舍地走出来 以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为主题的中国馆 去年是世博园区最热门的展馆 令人惊讶的是 世博会结束后追捧中国馆的热潮依然不减 国庆长假期间客流量连续多日达到6万人次 远超世博期间每天5万的限定人数 位于上海黄浦江两岸 约5.28平方公里的上海世博会原址 也由此成为十一黄金周游客最青睐的户上景点之一 被问及为什么这么喜欢中国馆 游客们说 首先是因为它历史跨度大 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魅力 我觉得这是整个一个国家的缩影 能把国家方方面面做的 介绍得这么精彩 同时 馆内最新科技与制真艺术的完美结合 也带给游客强烈的震撼 感觉到气势非常的灰雄 国代现代结合得非常好 这个新的技术在英语的艺术方面 对我们很大的喜悦 高兴 喜悦 而且给我们开阔的视野 中国馆 沙特馆等原世博场馆热度的经久不衰 也折射出类似大型创意展览缺失的现状 许多参观者说 上海的各类文化艺术展馆数量上并不算少 但规模都不大 而且往往局限于文物和艺术品的展示 在策展的创新创意方面 还有很大的突破空间 以前都是我们去那个博物馆了 什么都是小规模的 都是很小的 有些展览嘛 就是比较上平庸一点 比较平庸一点 缺少一些 起敌人这个思维的心意 希望以后如果还有这样展馆的话 再开两个三个 让大家就市民多长长见识 中国馆今天落下了帷幕 世博会原址上的这些 曾经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 今后还能不能继续吸引游客呢 很多人希望 重开的中国馆 能够延续世博期间的特色 用新颖的样式 展示中国和各国的文化艺术 最好是文艺方面 或者艺术方面 对中国这种文化 这我们很喜欢看 我觉得比较希望它展示 世界各国的一些文化 或者是一些比较新颖的东西 让我们可以 虽然不能出国 也可以看一下 外面的那些东西吧 而此刻就在中国馆一层续听 一个重量级的展览 正在紧锣密鼓的布置当中 建国以来最高级别的 世界艺术大师各展 毕加索大展一个多星期后 就将和公众见面 记者今天在布展现场看到 装有毕加索62件经典油画 版画雕塑珍品的两大集装箱 已经静静的停放在此 主办方为了这个大展 能在中国馆举办 仅场地费用就要花费近千万元 总投资更是高达三四千万 但他们测算后认为 选址在中国馆 至少能够吸引60万到上百万的人流 收回成本不成问题 无论是我们中方的主办方 跟法国方面的主办方 他们都希望选一个比较重要 影响力比较大的场馆 来办这么重要的展览 中国馆闭馆后的首个展览 是毕加索大展 这多少可以窥见今后 它的整体定位与功能 会展商务区呢 文化是它其中的一个部分 中国馆也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它的文化功能还继续保留 如果说在一个区域范围之内 能够有好的宾馆 好的会议场馆 好的商业设施 好的相关配套 无疑呢 对于我们吸引大宗客员 到访上海提供了非常必要的一些条件 除了中国馆之外啊 世博会期间还有很多的展馆 曾经给人们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这些建筑如何去承接世博效应 成为后世博继续吸引游客的 地标性旅游景点 值得仔细的规划和设计 不过 不管这些场馆今后具体用途如何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今后 他们将用创意和休闲 给游客们带来更多更新的体验 而后世博的上海旅游和会展业 也将面临新的发展契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